欢迎回答华语新闻 中国四川省长宁县宜宾市 昨天晚上10点55分 发生了多次强烈地震 最大震度达里市六级地震 当地媒体指有多间房屋倒塌 以及多人被困 目前得知的死亡人数是12人 受伤人数是125人 地震发生在距离成都 300公里外的长宁县 震源深度达到16公里 根据中国日报网的报道 截至清晨5点30分 共有11人死亡 123人受伤 部分伤亡人员来自距离 宜宾市不远的拱线 地震造成不少房屋 道路 电力以及通讯设施损坏 消防机拯救队还在营救受困者 另外 紧急管理部 启动紧急救援反应 派遣队伍到灾区 提供救援指导和协助 同时发放5000个帐篷 1万张折叠床 以及2万张被子倒灾区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